可是我一向都没有开放 我变成卖台呢 是不是可以请你告诉我一下 好 请蔡主席回答 时间三分半 马总统你到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 你已经讲了大概有半年了 我们也回答你好几次的 你从来没听个清楚过 我手上有一个国贸局的公文 他告诉我们说 在89年 就是我们执政之前 已经开放的474项 我们执政的时候的2002年 是857项 国贸局在里面还加注说 这857项中有835项 是配合我国加入WTO 我们是在2002年加入WTO 那我们因为要实现 这个WTO的入会的义务 我们在我们执政的时候 挑选了没有敏感的项目 而且是一个非常谨慎 负责的态度的情况下 去把它选择的这些 对我们没有伤害 这些项目是什么 比如说蛇啊 马啊 这些动物啊 或者是很多的这种产品 是我们没有生产的产品 那我们把它开放 这是国贸局的资料 我们再看看 在2004年 我们还开了一批 只有71项 这是因为外商 在中国制造的农业加工品 它必须要进入中国 所以我们 它取代的不是我们的市场 它取代的是 美国跟其他地区的农产品 进入台湾的市场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的 这个生产人 它并没有很严重的冲突 或者很严重的冲击 我们在2005年以后 就没有再开放了 因为没有开放的 都是属于敏感的项目 那我们在 我们执政的这几年 虽然是经营了WTO的这个开放 我们的农业产值 一直在增加当中 我还记得 当我做入委会主委的时候 我的记忆非常的清楚 我的回忆也非常的痛苦 也就是说 当我在入委会的时候 很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落意于土 到入委会来告诉我 给我施压力 或者是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给我施压力 要我开放农业的产品 但是我们都守住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是说 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故意要去陷害农民 我们以所有的方式 来保护农民 我们开放的 只是因为WTO的开放的义务 而且是都不是敏感的项目 现在留在清单上 都是敏感的项目 我倒是要提醒马总统 你如果签了EPA 这个就是WTO24条底下的 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规定 十年之内 必须要把市场打开 90%以上的市场要自由化 如果以90%以上要自由化 2000多项的农产品 你只能剩下200项 在你的禁止的进口的清单里面 那换句话说 现在在我们没有开放的项目里面 我们还要再开放600多项 我问马总统 你怎么能够保证说你不开放 而不违反国际协定呢 那如果说中国要说 好 我可以从与不开放 那中国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说让我们让利给我们呢 你有没有想想过 如果中国这样子特别让利给我 我们的贸易伙伴 我们的竞争对手 难道不会提出异议说 这个是假自由贸易协定之实 给台湾一个特别的优惠吗 那我刚才把这个特别的优惠 被马总统刻意解释成一个负面的特权 我觉得那是很不公平的 很不公平的说法 这个我们要我们的厂商 在一个最会国待遇 最会国关税上从事竞争 而不是说以庞大的社会 大家去换取一个一点点的额外的关税 现在请马总统追问 时间一分半 我很高兴 蔡主席公开的承认 这960项是民进党任内开放的 而且呢 说得很斩金截铁 我们希望你们应该早点这样做 不要让我蒙冤了两三年 但是很重要的 你刚刚讲你为什么开放呢 又说是因为WTO的关系 又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生产 又说因为外伤什么缘故 不管什么原因 开放是在你们任内做的 这个时候 你们做的不能够怪到我身上来 我也血不见得完全不同意你 可是冤有头再有主 你不能够把不是我做的事 扣到我身上来 如果以后贵党 或者贵党的智库媒体 有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请您出来澄清一下 其次呢 很重要的就是 您刚刚讲了 也跟我讲的一样 WTO我们加入之后呢 原来担心农业冲击大 现在后来农业反而有成长 所以同样的ECFA 你可以担心 不必过分的担心 再来呢 你讲到自由化 我要特别在这里强调 我们这个全世界 有272个自由贸易协定 里面不是都是10年90% 有很多不是 在我手上国贸局提供的资料 就有13个国家 它的年限呢 对不起 23个国家年限是超过10年 最长的有24年 我们跟尼加拉瓜签的 尼加拉瓜就是15年 这个例子很多 然后呢 在这个90%这个规定 也不是一致的 有很多国家都不到50% 请蔡主席再回答 时间三分半 我觉得总统 那么在意人家 有没有把你讲错 或者是有没有误解 你要把它变成这么大的 一个关切的事情 我觉得总统 可能要关心更多的事情 那如果说这些责任是 是谁的 或者是说是谁 应该要负责任 这件事情讲清楚就好 那为什么还要在今天的 这个辩论的场合里面 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澄清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不是惯你 以前开放的问题 我们是惯你将来 要开放的问题 我们将来至少要开放 600多项的农业产品 你有没有想过 这600多项农业产品 将会影响我们多少的农民 你刚才讲过 我们加入WTO 我们可以承受得下来 我告诉你 在WTO的农业的谈判里面 我们是有WTO的 整体的农业的保护的 这种散 让我们在WTO的谈判里面 我们所受到的冲击 是被控制住的 尤其是我们在WTO谈判里面 我们的农业谈判 并没有把中国的农业因素 考虑进去 换句话说 我们在WTO谈判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 美国的 日本的 或者是欧洲的农产品 甚至于东南亚农产品 进入 或者纽奥的农产品 进入台湾的市场 这些农产品 跟台湾的农产品的替代性 并不高 它的直接的冲击 比较小 因为我们的生产的模式不一样 我们的饮食文化不一样 他们产品对我们的冲击 是有限 即便是如此 我们在WTO的情况下 我们从1990年开始 到公元2005年 我们历经的15年的调整 才消化掉 而且在不开放中国的 这么多的农产品的情况下 我们才消化掉了这些冲击 可是我们现在想想 我们如果去签ECFA的话 我们将来的10年之内 不但要拿掉我们现在禁止进口的这些项目 而且要把关税降到零 那我问总统 你10年来得及做这些事情吗 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大 将会整体的改变我们农业的景观 跟我们农业的结构 那我要告诉总统说 我也要请问总统说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让我们的农业可以承受这样的冲击呢 你刚才讲说 在自由贸易化的协定里面 这个90% 在很多的国家是有例外 可是我要向总统报告 以我们在国际贸易的这种地位 在我们很多很多的谈判的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 各国期待台湾的市场开放的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国家 所以在以前的WTO谈判里面 我们都被要求符合最高标准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刚才讲的很多的 比如说超过10年的 或者没到90%的 这些都是例外的比较小的国家 而且不是超级的这种 或者不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出口大国 以台湾的例子来讲 如果我们要签自由贸易协定 各国一定期待 我们是90%以上 而且是全面的开放 那我们在WTO 对于这种自由贸易协定 这样的趋势 其实WTO是很忧虑的 因为很多的WTO的协定 是亚自由贸易的协定 来行使给予贸易的特权或特殊待遇 这是破坏WTO的最后国待遇 所以WTO已经有一个法则 说要透明化 要严格的监控每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一些你刚才讲的贸易协定 都会被WTO拿出来做严格检验 好 现在我们要反过来 请蔡主席提问 时间一分半 我想请教马总统的说 这一年多以来 有四分之三的国民认为说 他们不知道ECFA是什么 人民也希望政府公开资讯 并且了解说 他们可能会受到的冲击 可是我们看到的 都是洗脑式的文宣 跟不切实际的保证说 不会开放这个 不会开放那个 那总统一直说 非千不可 越快越好 利大于弊等等 但是很多的资讯 中国政府都已经掌握了 那政府 还是不愿意给台湾的人民知道 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清单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说 有所谓500项清单 跟700项清单 那么很多的业者也很担心说 他们有没有被放在清单里面 他们也没有机会表示意见 我知道你在下乡的时候 讲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可是坐在底下的业者 都很担忧的一件事是说 那他有没有被放在 开放的清单里面